我家少奶奶 叫我把这个交给你 电视剧《小娘惹》正在罗伯中嫁给罗伯章对玉珠痛不欲生 她听到喝醉的罗伯无意透露出想联合黄天宝害陈希的事 于是暗暗想办法救陈希 罗伯章吩咐诱人盯紧黄玉珠就连打电话都要随时提防这 无奈玉珠只能让诱人给月娘送信 有人怕被人发现 把纸条扔地上就跑了 纸条掉进了水坑里 月娘反复变人才发现有人要加害陈希 连夜来找陈家找珍珠 珍珠却把纸条撕碎扔在月娘脸上 强行把月娘给赶走 月娘内心焦急不已 此时雷贝尔恰好送最时需的陈希回家 两人遇见后寒暄许久 雷贝尔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味 于是答应帮月娘救陈希 黄天宝早就设计好了要加害陈希 特意带了燕窝套给陈希补身体 还连连催她赶快喝下去 其实雷贝尔早就对陈希同风报信的 黄天宝的阴谋也自然没有得逞 他来月娘的心里一直都没有放下陈希呀